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位置也不是一般人要得到的 可是觉得说你好不容易八年执政 那是什么意思 这样的有 但我想国民党里面有些人 本来想某些位置没给他 所以那些人可能更气 所以说要含恨 含泪等等 选举的话 我觉得 这样子真的能够吹票吗 真的 你就含恨的也要投 也要投 像我这样 含泪投票 这个最早我想起来 是因为是那个民进黨 就是以前這個 八戳奔 币爱栖老 币 那個时代 即使对人民党实在是 恨铁不成钢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可是不宣争给他 要怎么办呢因为连成水扁 遇到他的这个大佬的时候 都会讲喔 你暴露 2020 那時候就含淚投票來 反正沒什麼選擇就是 利波選擇 沒有選擇的狀況下 含淚投票 我覺得這個選舉 其實太早去談說含淚含恨 其實很有意思 就變成是有東西 是屬於私人的情感 當然我想馬英九 對很多人都不周到 不是只有對消除以不周到 所以這個就大家是有氣 這個部分有 可是也不能說所有的 這個藍軍的選民 都是一定要有什麼好處 其實也不見得如此 有些人還是期望 我老實說 七百多萬票 投給馬英九 其實對他期望是很高的 08年的那一次選舉 相信還是希望他有很多突破 這個國家要怎麼做 我覺得玉皇兄 這個林委員 剛剛提的那一段 講說外交啊這些 這些成就 其實我看起來 反而是只有你們幾個在講 這個整個馬無總部 在處理這些東西 這都變成是好像是 只是一些劇文 那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我就是跟香榮 來交換一下意見 香榮剛剛對我那個說法 有一點不同意見 我是要講說 你要注意到你是執政黨 選舉的時候你的行為上面要 比較像個執政黨 比較像個執政黨 你一直去告訴大家說 我除了做這個以外 我還要做什麼 而且做的事情 不要像那個和平協議一樣 想半天到了你的節目 忽然沒有了 從這個氣球吹很大 我們都會討論 他不是說沒有了 他是說 以客觀的形式來看 大概不太可能 在四年裡面見 是 那就奇怪 為什麼在這四年要提 我的意思是說 你提的東西 都是還是能夠在 這四年內能兌現 或是有一種也可以 也就是說 他告訴大家說 如果我下個四年 我沒有開始做 未來台灣都沒有人 可能可以做 我想香榮你會同意這個 總統有兩個任務 一個是他要完成 第二個要幫未來 不管是誰執政 你都要幫他鋪路 那些是什麼 那也許和平協議 這個是屬於這一類的 可是未來十年他有講 未來十年他不可能 不面對這個問題 是 那可是面對方法 不要把它變成是選舉的這種 我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提的方法 有時候你一看 就會覺得說 你這個東西如果 因為當時候 有很多人認為說 你提這個想要變 先原話送出一個 我覺得旗幟也小 那你就不對了 你的結構上 你這個出手要講究 出手要講究說 不要忘記 你不是總統候選人 你是現任總統 現任總統 要現任總統的樣子拿出來 當然你是一人兩腳 你同時總統 又是同時總統候選人 會在扮演上面 要稍微小心一點 可是不管怎麼樣 讓大家覺得 你是執政黨 不是反對黨 不要變成每一次講話 講到最後 像那一天來講說 別人提都可以 我提不行 這種話都不要多拿出來講 因為你要正面 要有正向 然後告訴大家 你帶領大家 是一種一個光明的大道 一個正向的大道 正派的大道 這個狀況底下 我認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的連任 不會有優勢 因為會有多一點 今天的情況 我要批評的是說 今天搞了半天 你跟這個民調 就看半天 你是領先的 還在這個範圍內 蔡英文有在選舉嗎 我真是要問清楚 蔡英文這種選舉 只是這個嘉年華一樣的 跑來跑去 台一線台九線 老師說 我這個傳統在看選舉人 我也看不下去 我不曉得他在選什麼 那除我這種想法 利盈的人多不多 很多 大家覺得不要講 反正他就是這樣選 什麼三隻小豬 這種東西也可以拿來做什麼 進選的主要軸線 要不要 你只要凸顯說很多人 要跟監察院對嗆 所以監察院說不可以這樣 那我是偏要有小豬 旗幟也小嘛 這種是不對的嘛 你要告訴大家說 那你做一個反對黨 主要反對黨 你提出政見是什麼 你反對馬英九這樣提法 那請問你的提法是什麼 這個或是說乾脆邀請辯論 都可以嘛 那我覺得你們這種做法 到最後就是使得宋楚瑜 大家對他會有寄望 我是在解釋說 宋楚瑜的參選的過程裡頭 這個陰是誰種的 還是雙陰 你們兩個種下去的陰嘛 那老百姓當然是在這的時候 他不可以去期望 另外一個候選人 來提幾個比較有牛肉的政見嗎 如果宋楚瑜做到了呢 他未來真正參選的時候 搬出很多政見 都是老百姓想說 這雙陰都做不到的 如果人家這樣做的時候 不給人家機會嗎 我講的是這個意思嘛 所以這裡頭 其實不帶有任何說 是不是第三勢力問題都沒有 就是這個就是因緣際會嘛 三組候選人 所以我最後要講一下 我覺得希望我們的民調 不要再做兩組了 因為沒有意義了 而且那個做兩組 會有一點暗示 叫大家不要去投注 這個是Leading 這是違反做民調的一個原則 所以我希望說 就是開始都做三個人 因為現在大概不會有人 會說宋楚瑜等到11月12月 都落跑了嘛 不會了 不過做民調 大概都會等到 宋楚瑜正式登記以後 才會做三組 那現在他兩組三組都有做 也還好嘛 就是說基本上 並沒有因為做了兩組 影響到三組了 希望兄剛剛講的有三點 我要稍微提一下 就我現在 我現在在回想 蠻久提那個和平協議 我現在不認為它是要 要什麼邊緣化宋楚 我不認為 我只是覺得馬英傑 就認為說未來十年 兩岸這個問題是非提不可 所以要把它提出來 那大家要他開大門指大陸 光明正大 他真的光明正大以後 大家就說你也不可以光明正大 你為什麼要提 其實是蠻困難的 真的我常常在想 比如說我們說 大家都很討厭派系政治 他說好 那我不要去搞派系 大家就罵他 你會不會選舉 為什麼不去搞派系 然後他不喜歡應酬 然後大家又說 你為什麼不應酬 對不對 那大家喜歡選一個總統 聽到應酬嗎 又不喜歡 所以這個我在想 實在真的很難 那另外那個 我同意你那個三隻小卒 就是說 他現在好像把那個監察院 就當成國民黨 那監察院的一個 一個什麼處長 什麼一個職員 他只是看到 所以有小孩說 這不行 公務員事務官 他其實就是這樣 看到他就要說 這個違法 他就抓著那個法令 他沒有講他違法 他提醒他而已 人家真的是好心的提醒 他說這個違反 這個什麼什麼選霸法 提醒他 好啦 那民進黨直接 就抓住了嘛 就開始啊 什麼大家送撲滿什麼 有點無聊 那個算摔到了 那個監察院那個 我也不知道他什麼名字 他 我我我我我真的 還要幫監察院講一下 因為我講 我我真的很討厭監察院 我直接說 因為我們那種政治獻金 我們守法的人啊 被他搞得雞飛狗跳 你知道嗎 連那個什麼 連我們什麼申報 還要到那個各位數字 反正他就是要的很細 就是你只要守法的人 你就要被他搞搞得很慘 我不曉得那個 林委員是什麼 可是那一次啊 其實監察院 他是一個善意的提醒 就是我們一定要是 成年的才能 還看到一個小孩 今天那鋪滿 他就是其實很沒有政治 sense 而且也很沒有那種選舉 sense 就跑就雞婆了 就這樣雞婆就去打了 打了一個電話 那我覺得今天 蔡英文就把這個拿出來 然後變成小小鋪滿 然後對抗一個什麼 很大很大的一個機制 這個隨便他啦 這我覺得這是 你的格局是什麼 不過我想回憶一下 剛才謝宏大哥講的 就是說 今天不管是馬英九 當然馬英九 蔡英文現在感覺上 好像都沒有講到很多的政見 可是馬英九有談啊 這個兩岸和平協議 是不是一個很大的政見 當然是一個很大的政見 那不然為什麼大家 大家要這樣討論 反而是宋先生 我覺得一直 因為他明天準備要送出連署書 那其實他要用什麼樣的一個選舉操作 或選舉模式 我覺得這裡是他的自由 可是老實說我到目前為止 我也沒有看到宋先生有什麼政見啊 其實他也應該可以談一談嘛 因為你今天如果只是講說 什麼含淚 含恨 含血 其實在選舉裡面 剛剛提到我是新黨的 我非常有很感觸啊 就是說尤其我們在一對一的選舉裡面 那常常就是變成政黨一對決的時候 小黨不管你今天人選多優秀 就是選民多麼喜歡你 對不起 因為呢 這個支持支持藍軍的人呢 很擔心說那個萬惡的民進黨會當選 那同樣的這個綠營的人呢 台列現在也沒有辦法推出人選啊 他很擔心說 哎呦讓萬惡的國民黨當選怎麼辦 所以最後就變成國民黨跟民進黨 而其他小黨最後就 在一對一的選舉沒有辦法進來 那這裡面會不會有一些 就我們說棄保的操作 或者你在講說含恨啊 還是含淚去投票 如果說當然這個 林委員說希望啊 這個國民黨裡面 包括大佬都不要再講到 那麼含淚投票 含淚投票好像代表說 馬鈺就很差齁 所以你們才要去含淚投票 但是在選舉裡面會有這樣一些人 他可能對你的政策 對你的主張 對你說你的意志不接 你沒有硬起來 我不滿意你 但是呢 搭卸計劃這個危機意識 可同樣的 在民進黨裡面 在蔡英文的這個正義裡面 沒有含淚投票的嗎 沒有含恨投票的 一堆咧 很多人都覺得說 哇 蔡英文不夠硬 記不記得顧快銘還做了半板廣告 然後修理了蔡英文 第二天就說 哎呦我還是很疼蔡英文 我是對師不對人 他自己花了這麼多錢 所以現在每一個陣營裡面都有 這裡面沒有辦法 就是說你這樣去說要指控人 然後什麼假人告稿 我覺得選舉不需要 用這種方式來選舉了 好不好 剛剛回到監裁員那個三隻小豬 我覺得千不該萬不該 監裁員那個人 我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不應該接受媒體的訪問 你在電視上講什麼 你是誰啊 你是王建軒嗎 你是院長嗎 你發個喊去 你就發個喊去 你你知道什麼意見 結果民進黨把這個擴大後 記者就問他 在電視上就講 你完全沒有政治的sense 完全沒有那種政治的 一點點的那個 公務員 就是點 我舉這個例子說 以後還會很多事情 很多政府各階層 你要知道選舉非常敏感 你知道被人家一抓以後 就來點火以後 哇那個就把你當成 你就是這個執政黨啊 你就是故意打壓我嗎 你就是一個破壞我嗎 你就是黑手等等 就告訴他 那個也算碎到的 也算是倒霉到的 但是我就是說你幹嘛 接受媒體訪問 我看到電視上講啊 你講那麼多幹什麼 我們希望再回來